慘白的臉 突出的兩頰 畫有紅色漩渦 奪婚劇經典面具現身一幕 鏡頭一轉 同款的慘白小丑面具 出現在鳳梨田裡 還披上藍色羽衣 看起來又夠嚇人 這不是整人遊戲 是農民用來對付猴群的新花招 想說 他跟人一樣嘛 就是看到恐怖的 看會不會下幾天吧 恐怖的奪婚劇還不夠看 在鳳梨田的另一頭 還有綠巨人浩克 猙獰守護 國農絞盡腦汁 大搞創意 就是因為放鞭炮 精靈驅趕的方法 早就被聰明的猴群識破 哇 都吃半顆掉了 對啊 這可以賣了吧 這個可以賣的 都吃大顆的 大猴子都吃大顆 四分地一萬多顆鳳梨 就有兩百多顆慘遭偷吃 眼看鳳梨即將成熟 國農沒辦法只好出奇招 但這樣恐怖的稻草人放在田中 有人開玩笑地表示 可能還沒嚇到猴子 就先嚇到人 但其實他的成效比想像中還要大 農民表示20號請出奪婚劇 好客稻草人後一連三天 猴群都不敢入侵 鳳梨損失的數量也從原本的兩百顆 降到零顆 有明顯的成效 雖然目前稻草人喝足的效果還不錯 但可能很快就會被猕猴識破 這場果農與猕猴的疊對疊 恐怕不會有真正結束的一天 記者廖文斌年鄉期間景全台中雲林 採訪報導 他不會被猕猴山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